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讲新闻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观众朋友的留言 为什么分享呢 大家不要说我小气 我看完这个留言之后 我觉得非常的无语 这位朋友他这样写 他说他邮寄两年多前 我看天高海阔 那时博主是偏民主党拜登 对川普的报道颇有微词 我就不看此节目了 最近看发现跟以前不一样 你知道你的留言令我很无语吗 本节目自从开播以来 一向被标签为川粉 一向被标签为什么 支持共和党反对民主党 我什么时候变成了拜登的支持者 对其他的评论呢 我无所谓反正那些谩骂我也惯了 但是你要是说我是拜登或者民主党的支持者呢 这点呢我个人坚决的反对 我从来对拜登一向就是批评的 拜登一上任的时候 我对他有一个评价就是左右摇摆 前后不一 然后昏庸无能 为此呢当时还有一位听众朋友 那时候我们还没做视频节目 说你等着 等拜登执政之后我再给你算账 现在这位朋友也消失了 我怎么就成为拜登的支持者呢 我对此坚决的反对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 还是美国内政的问题 还是讲川普如果在2020大选当中 当选为美国总统 谁最担心呢 在美国当然是民主党最担心 支持民主党支持拜登的人最担心 但是其实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局势呢 也令到中国非常担心 中国担心什么呢 担心川普再次成为美国总统 最近华尔街日报发表了 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 就是根据他们在中国政府内部的 一些相关人士 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来分析一下 中国对川普如果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中国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说中国担心的话 他们担心什么呢 我们看华尔街日报的分析 中国为川普可能重返白宫在做准备 他是这样分析的 他说知情人士说 尽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持续的低迷 投资者信心不足 但是中国政府仍然迟迟没有推出 刺激经济的重大的政策 我们知道7月份中国共产党将会召开三中全会 那么三中全会一般分析 都会有重大的经济刺激政策 但是现在为什么中国政府到现在迟迟没有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呢 华尔街日报分析说这里边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习近平渴望重塑经济模式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可能川普会重新当选为美国总统 那么川普如果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担心呢 华尔街日报说川普在白宫的四年给美中关系带来了一个动荡 确实我们说美中关系的转折不是从拜登开始的 是从川普当总统开始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客观的承认 川普开始成为美国总统的头一两年 他对中国还是抱有非常大的幻想 包括他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签下了一个四季的贸易订单 那时候川普是洋洋得意非常的开心 但是呢这个订单当时川普签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提出了疑问 我在节目里面就问这个订单真是能落实吗 果然这个订单完全没有落实 后来呢经过中美的一番贸易战 我说的是川普任内 然后中美之间再签订了一个所谓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当中呢只实现了40% 所以从川普年代开始 美中关系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 发生这个美中关系的变化 并不是完全是川普个人的原因 这里面跟美国华盛顿官僚体系 这些职业官僚 其实有更大的关系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方面的因素 所以呢华尔街日报回顾说 在2020川普卸任的时候 中国政府松了一口气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 当时发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推文 说总算走了唐纳德特朗普 中国大陆媒体把川普称之为特朗普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文字资料当中呢 经常要修改的地方 华尔街日报说了解中国领导 曾想法的人是说 现在中国官员正在悄悄地为川普重返白宫 以及中美关系再起波折 再做准备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川普如果当选为美国总统 美中关系还要继续往下走 虽然说现任总统拜登也让中国政府的日子不好过 他不仅保留了川普的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并且扩大了某一些方面 对中国更加强硬 但是呢 知情人士认为啊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也试图缓和和中国政府的关系 那么他经常说要管理好美中之间的分歧 所以呢习近平对此是表示赞赏的 就是习近平似乎现在对拜登还是有一点的希望或者幻想 对川普呢完全没有幻想 当然他也提到了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假新闻 说有一些媒体报道说 中国政府的官员认为呢 川普如果在11月份大选当中获胜 那么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是好事呢 因为习近平相信美国的地位正在衰落 而川普上台之后呢 这个衰落呢将会进一步加强 对川普对美国会造成更大的政治和社会混乱 并且呢疏远拜登赢得的盟友 让北京方面有机会与欧洲重建关系 确实我们回顾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他因为对中国的政策跟欧洲很多国家 包括德国法国英国都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特别是英国作为美国传统意义上的盟国 因为华为的5G网络的设备使用 那么导致了川普跟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 以及后来的首相约翰逊都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但是我们说当时川普跟这些欧洲国家 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 代不代表是美国影响了这些国家 对中国的政策发生变化呢 跟美国保持一致呢 其实你看川普当年跟德国法国英国的这些领袖 因为对华政策发生完冲突之后 川普下台之后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因为拜登的原因 才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政策吗 其实对华政策对于川普来说 他在整个西方国家的领袖当中 有他的前瞻性 有关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威胁 对西方国家知识产权的破坏 对西方国家在战略上的威胁等等 应该说川普比德法英这些国家的领袖 更早一步发现了跟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所存在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英法德这些国家 在外交政策上跟美国保持一致 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拜登拉拢盟友的功劳 拜登确实在有一些贸易政策上 像欧洲在跟川普年代相比 他对欧洲的贸易政策是比较缓和的 比较软弱的 但是呢 在对待中国的态度问题上 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欧洲国家发现了 中国确实在国家安全方面 在战略方面 在产业方面 对欧洲国家产生了威胁 所以欧洲国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这个态度 这跟拜登 我不认为有太大的关系 华尔街日报说 有些媒体这样认为 就是有中国官员认为川普上台对中国好 但是华尔街日报说 他们通过跟一些接近中国领导层的人士 交谈过之后呢 这些人士认为 总体上现在中国政府认为 川普如果上台的危害 可能超过任何潜在的好处 就是川普如果上台的话 可能中国对拜登政府尚存一线希望 而川普上台呢 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 当然这个川普上台之后 对中国 对美中关系所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呢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谁会进入川普的核心圈子 也就是谁能够进入川普的内阁 当中呢 华尔街日报特别提到一个人 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 蓬佩奥现在我们知道 他已经跟美国好像28个官员吧 一起被中国列入了制裁名单 被禁止进入中国领土 蓬佩奥呢 最近公开表示 他对加入第二个川普政府持开放态度 那可能有些人说 蓬佩奥是不是跟川普翻脸了 蓬佩奥跟川普之间发生最大的矛盾 我印象中是蓬佩奥说他想参加2024美国总统大选 共和党内的这个竞争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跟川普之间互相有过批评 但是呢 如果是川普现在已经确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蓬佩奥对川普的态度是支持的 那么所以蓬佩奥会不会再次加入第二任的川普政府呢 这个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 对于蓬佩奥呢 中国政府当然也是咬牙切实 恨之入国 在拜登上任前一天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给蓬佩奥贴上了 末日小丑和世纪笑话的标签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末日小丑和世纪笑话 如果再次成为美国政府的 比如说国家安全顾问 比如说国务卿的话 那么他对中国的态度将会是怎么样 并且呢 蓬佩奥去年出版了一个回忆录 他的书名叫《寸步不让》 这本书据说在中国高层内部流传 这也是中国高层要了解美国一些前高级官员 或者未来有可能成为高级官员的人的一个渠道 就是看他的回忆录 据《华尔街日报》的了解呢 当中的一段话特别激怒了习近平 蓬佩奥在书里面明确说 美国应该给予台湾正式外交承认 也就是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这当然踩了中国的红线 何止是千百遍了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也是中国政府的眼中钉 那么莱特希泽如果再次进入川普政府的话 那么他过去的主张 很可能就会在川普政府内部再次实现 就是切断中国进入美国市场 以及获得美国技术和资本的途径 其实这个事情拜登政府正在做 但是跟莱特希泽的主张对比呢 拜登政府做的还不够绝 所以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说 他中国方面认为 如果川普重返白宫美中关系的上升空间将会被封死 就是不可能有所缓和 而下降的空间将会是无底的深渊 但是华尔街日报在他报道当中 还讲了一个更加可怕的一个前景的预测 如果是川普上台之后 川普推行的一个政策 对中国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将会更加具杀伤力 那么这个政策是什么呢 这个政策就是过去我在节目里面 曾经跟大家提到过的 川普到底要拉拢中国还是要拉拢俄罗斯 这个政策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当中 被称之为反向的尼克逊政策 为什么是反向的尼克逊政策呢 我们来看华尔街日报是怎么分析的 他说他通过采访美中两国政府的政策顾问 以及与中国官员进行过商讨的人士 可以对北京方面做了哪些 对川普再上台的哪些准备工作呢 有所了解 第一个是包括外交贸易投资和科技部门 在内的一些中国部委 已经指定了他们的官员 担任美国大选的观察员 而这个观察员的重点关注呢 就是川普的阵营 中国高层官员除了设定了特定的观察员 观察美国大选之外呢 他们还在加紧拉拢一些美国商界领袖 不要忘记了 这些商界领袖也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的内阁成员 那么除了要了解下一任川普的内阁 谁会成为重要官员 以确定川普未来推行的政策 提早做准备之外呢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川普如果上台的话 他会推出一个非常可怕的政策 因为在拜登的任期啊 随着乌克兰战争和以哈战争的这个进行呢 地缘政治的分野越来越深化 也就是两大阵营越来越清晰 大致来说呢 美国和欧洲站在一边 中国和俄罗斯站在一边 但是如果川普获胜的话 中国担心川普会把这个局面彻底搅乱 为什么川普上台就有可能把这个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一个阵营 美国和欧洲作为一个阵营的局面搞乱呢 华尔街日报说 接近中国领导层的人士称啊 习近平的一个最大的担忧 就是川普会不会破坏 他和普京的兄弟情 因为这在过去川普执政期间啊 这是有迹可循的 川普主政的时期呢 曾多次试图拉近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这个战略的这个选项呢 跟民主党的战略选项 明显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党在川普任内 一直要用通俄门来调查川普 川普确实当时对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非常感兴趣 华尔街日报说 习近平担心 如果川普向普京示好的话 那么可能会削弱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 俄罗斯对于中国来说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中国能够跟西方抗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 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策略人士表示 川普如果上任之后 很可能会上演一个反尼克松的这个战略 什么叫反尼克松战略 就是在冷战时期 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 是拉拢中国来对抗苏联 而现在呢 川普很可能拉拢俄罗斯来对抗中国 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过去几年前在川普在总统任内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到川普和普京在欧洲的会面 当时我就说这是对中国来说 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这个危险效在哪里呢 大家还记得川普当时跟普京是怎么会谈的吗 两个人关起门 一对一的会谈 一对一到什么程度呢 连俄方的翻译也不在场 只有川普带来一个美国的翻译在场 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呢 后来民主党在国会还对川普提出了非常大的质疑 质疑他跟普京 这样私下保密的会谈呢 在出卖美国的利益 当时我个人的分析认为 川普有什么话题 要跟普京这样关起门来谈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呢 我个人分析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川普要拉拢普京来对付中国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关系 表面上看起来很甜 那么他这个关系当中 是有缝隙可以被川普撬动的吗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 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无论如何发展如何铁 他都有一个前提 就是俄罗斯跟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美国 如果这个前提条件一旦发生变化 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不是敌人 是可以有商量余地的朋友的话 不要说盟友 只要是朋友的话 那么俄罗斯会不会为了中国而 为了美国而出卖中国的利益呢 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因为中俄之间 虽然说现在什么关系无上线啊 什么兄弟情啊 但是从历史上 中俄之间对抗的时间 要比合作的时间要长得多 无论是在冷战时期 还是在冷战更早的这个中俄关系 甚至在清朝的时候 俄罗斯一直是中国的威胁 而关键是俄罗斯也一直认为 中国是他的威胁 毕竟在他南方有一个庞大的国家 俄罗斯人总是觉得 惶惶不可终日 特别俄罗斯总想在太平洋 找到一个不动港 找到一个出海口 而中国就是俄罗斯这个战略目标 最大的一个障碍 所以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这个界定 以及说在战略上 这种互相猜疑对方是敌人 这种心理是早就有之 所以如果美国能够说服俄罗斯 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么俄罗斯会不会出卖中国的利益呢 最起码在川普看来有可能 这就是川普为什么跟俄罗斯总统 普京两个人要关起门来 秘密到只留下一个美国翻译 谈什么呢 当时我就觉得他在谈 两个国家有没有可能联手来对付中国 当然后来民主党政府上台 本来对俄罗斯政府就一种天然的 这个敌对的这种态度 所以呢 美俄之间的合作 当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再接下来爆发了这个俄乌战争 那么美俄之间当然也就不太存在 有什么可能能够在战略上成为一个可以商量的朋友 但是如果川普上台 那么习近平有没有必要担心 川普会不会有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俄罗斯让步 那么虽然说这个让步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个让步令到俄罗斯出卖中国 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有可能出现 所以这就是华尔街日报说的 现在习近平非常担心 如果他川普上台之后 采用这个所谓的反伊克松政策的话呢 那么这对中国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说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之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这个月访问中国 在习近平这个心理的影响之下 就是非常担心川普上台去拉拢俄罗斯 而俄罗斯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中国 那么习近平能够做什么呢 习近平只能一个选择 就是现在更加坚定的支持俄罗斯 更加坚定的跟俄罗斯捆绑在一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川普即使是当选为美国总统 俄罗斯也不会改换阵营 倒向美国的一边 如果华尔街日报这个分析 是有它的一定的背景资料 或者它的分析的结论是可信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美中关系的变化 中欧关系的变化 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未来的发展呢 首先如果是习近平真是担心 有一个反向的尼克松政策的话呢 那么最起码习近平一定会在这次 俄罗斯跟普京访问中国期间 更加坚定的支持俄罗斯 更加大胆的答应俄罗斯一些要求 就是不但以现在向俄罗斯提供 军民两用的产品 并且在将来 很可能会向俄罗斯提供 直接的军事产品 这样让俄罗斯跟中国捆绑的 这个稳固性更加加强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美中之间的关系 还会有任何缓和的余地吗 当然就也就 这个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而中国如果更加坚定的 支持俄罗斯的话 那么中国和欧洲的关系 也会发生一个反向变化 毕竟这是习近平的欧洲的访问 访问完法国之后 访问匈牙利 然后访问塞尔维亚 然后访问匈牙利 中国跟塞尔维亚的关系 我觉得在整个中欧关系当中 我们可以忽略 因为塞尔维亚在欧盟当中 在整个欧洲大陆扮演的角色 并不重要 中国无论跟塞尔维亚签订 什么自贸协定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它都不会对中国和欧洲的关系 产生很大的影响 最关键的是中法关系 表面上看 现在中法关系 在习近平访问完之后 中国马上对法国 释出了很多经济利好 比如说允许法国生产的一些产品 出口到中国 接下来也有可能 对法国的一些产品 进口到中国的关税 或者一些相关的政策 给予调整 更加有利于法国的商家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要注意到 法国给了中国什么呢 法国给了中国什么 在表面上我们没有看到 那么会不会有一些 暗中的台底的交易呢 我觉得有可能会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 无论是法国 德国 还是整个欧盟 对于中国援助俄罗斯的态度 是非常坚定的反对的 如果习近平要担心 川普上台之后 有这个反一个中国政策 所以要跟俄罗斯 更加紧密捆绑的话 这同样也会影响到欧盟 影响到法国 德国 这些欧洲大国 对中国的看法 那么很可能 习近平跟俄罗斯 总统普京关系 更加进一步加强 会令到习近平 这次访问法国 所获得的外交成果 会付诸东流 所以说华尔街日报 现在对美国大选的分析 它不但是要影响 美国接下来的内政的发展 它更加会影响 接下来中美关系 中欧关系的发展 所以说川普在 目前我们看起来 他在2024大选当中 更加有可能成为 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的 获胜者 那么这对美中关系 对整个国际的环境 所带来的影响 或许是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看到的 如果这个影响 会发展到两大阵��营 发生一个激烈对抗的话 那么我想这才是 可能最令大家担心的 川普再次成为总统 他并不是影响美国的内政 大家最担心的是 影响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 而这个国际局势变化 说白了 就是一场大规模的 现代战争 有没可能在 我们这个地球上上演 好了 我们今天话题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 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 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